Hello大家好,我是貂蝉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女孩天生长着猪脸的故事 真爱之吻 李奇出生在一个名门望族 她的曾曾曾祖父因为欠下了一笔风流债 使得整个家族都受到了诅咒 每个出生的女孩都将会是猪脸 而要打破这个诅咒就是获得真爱之吻 幸运的是家族的每一代人生的都是男孩 一直到李奇的父母 他们生下了家族中的第一个女孩 李奇一出生就是一张猪脸 父母看到都吓得大叫了起来 为了家族荣誉 父母只好对外谎称 李奇已经夭折了 实际上是偷偷把她藏在了古堡 可怜的李奇只能从小就被看管着 不允许出门 只能和玩聚交朋友 好不容易等到李奇成年了 父母为她准备了丰厚的嫁妆 希望她能够早日找到真爱之人 来解除她身上的诅咒 有不少男生被嫁妆吸引过来 可每个见到李奇的男生 无一例外都被她的猪脸吓到 幸好他们都签了保密协议 李奇的外表对外界来说 始终都是一个秘密 可这天有个男生迈克 在见面之前没有签署协议 被李奇吓到的他 第一时间跑去了警局 他对警察描述了自己 见到了有獠牙的猪脸女孩 在场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 只有一个记者对他的话感兴趣 于是两人想方设法地 想要弄到李奇的照片 他们雇佣了一个赌徒马丁 让他假扮成贵族去接近李奇 经过那么多次的失败 李奇的相亲模式换了一下 双方先隔着镜子培养感情 而马丁为了能够拿到证据 只能多次去到李奇的家里 一来二去 两人都对镜子另一边的人 有了好感 当马丁真的见到李奇的时候 还是被他的猪脸吓了一跳 但他却没有像别人一样 马上逃跑 相反的 他是真心爱上了 这个纯真善良的女孩 所以他不愿意再欺骗他 尽管李奇祈求他娶了自己 他的猪脸就可以消失了 但他还是转身离开了 他找到了记者 当着他的面把所有的相机都砸坏了 并答应会把拿到的报酬都还给记者 看着离开的马丁 李奇第一次尝到了心碎的感觉 为了忘却情商 他拼上了一个面巾 悄悄逃离了家里 不仅是为了疗伤 也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走出古堡的李奇 见到了很多新鲜的事物 他还很快的叫到了朋友 某天李奇看到了报纸的新闻 上面居然是一个丑陋的猪脸画像 原来记者花了重金 向世人悬赏他的照片 李奇干脆自己拍了几张照片寄了过去 拿到一大笔钱的他 开心的喝酒 很快李奇的猪脸照片 刊登在各大报纸上 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猪脸女孩 可他们不仅没有受到惊吓 反而很喜欢她 李奇再也不用带着面巾出门了 甚至连之前的麦克 都来到了李奇的家里 恳求他能嫁给自己 李奇的妈妈听到非常开心 一下子就答应了 可真的到了婚礼的当天 麦克的眼神停留在 李奇猪鼻子的那一刻 李奇知道 他还是介意自己的外貌 于是他逃离了婚礼的现场 母亲见状赶紧追了过去 他认为女儿只要乖乖结婚 就能过上全新的生活 拥有一个全新的自己 李奇这时候说到 其实他不想改变 他很喜欢现在的自己 幻音刚落 诅咒就消除了 李奇便回了一个正常的女孩 原来解开诅咒的方法 从来都不是真爱质问 而是他能真心接受 任何样子的自己 成为正常人的李奇 还是励志要继续做自己 于是他却当了一个老师 也找回了马丁 开始了属于自己的生活 谈了一场自己喜欢的恋爱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来能让自己变得更好的 从来都不是取决于别人 而是自己 好了 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看都看了 确定不关注我吗 下期再见